中国大陆各地疫情四起 本周继四川成都 黑龙江东宁市 隋芬河市 接连爆发本土确诊案例 12月12日东宁市已经转入战时状态 提升管控措施级别 新疆图鲁藩市高昌区 新增三例无症状感染者 另外内蒙古呼伦贝尔市满洲里 也是高风险区 全国多市宣布进入战时状态 受疫情和中美关系恶化影响 2020年中国家庭和地方债务危机的风险 急剧升高 中共财政部 政府债务研究 和评估中心副主任薛肖前日前表示 政府债券债务率接近警戒区间下限 明年或将进入警戒区间 而中共前财政部长刘仲理表示 有的省市债务率已经超过警戒线 中国微博今日爆出 深圳华大基因遭实名举报 编辑了58个婴儿体内基因 该公司火速澄清 但仍被中国网友骂爆 是做贼喊抓贼 协助受迫害港人 移居海外的平台避风亦 11日晚间在脸书表示 前立法会议员梁颂恒 已经在11月30日离开香港 12月1日抵达美国华府 声明中表示 面对严厉的政治迫害 梁颂恒决定在美国寻求庇护 他相信 庇护是延续香港民主理念的新起点 新唐人亚太电视正面报道 也就会出现了 然后在这一刻 安排了 好 好 找吧 感谢观看